异变突然间加速 大约一年前 那个生物在世界范围内频繁被发现 只要看到有生命的物体 就会贪婪吞噬 然后融合地球被无情的渐渐吞噬 停了一期等了一个月 第六话终于来了 大家是不是和我一样都等着急了呢 先别急 开始之前点个赞吧 你们的支持就是我们爆肝的最大动力 那咱就话不多说赶紧开始吧 第六话 异能自卫队福岗医院 男主醒来坐在单人病房的床上 医生坐在床前试探性的安抚着他 把你安排进这样的房间不好意思哈 光是从对马来的漂流者这一点 不引起重视都不行啊 千万别误会哈 我们没有觉得你不好 能稍微跟我们说说吗 说不定我们还能帮到你 先告诉我们你的名字吧 中队长达野正在医生的身后 等待合适的开口时机 男主犹豫着开了口 行本拳 医生接着问道 行本军 为什么逃跑也想要回到对马岛 对马现在已经变成怪物的巢穴了 没有时间了 妹妹还留在岛上的 果然还有幸存者 此时达野终于开口了 行本军 我是路上自卫队的草香江 除了你妹妹之外 其他的幸存者 为什么这一年以来都不来救我们 对马什么的早就忘记了吧 男主愤恨的打断了打野的话 当时亲眼目睹自卫队撤离对马的他 听到自卫队三个字 还是无法平静的面对 毕竟只有他知道 被抛弃的这一年间 他们是怎样艰难的挨过来的 跟抛弃我们逃走的你们 没什么好聊的 男主咬牙切齿的终止了谈话 医生只好无奈的抓着脑袋 而打野满怀歉疚的向男主鞠躬 真的非常抱歉 正如你所说 我们对耶尔斯束手无策 不得已撤离 对马的失败在于对敌情报不足 在不知道怪物触摸领域 和有效攻击手段的情况下 特殊作战部队被撕碎吞噬 眼睁睁的变成怪物 我一天也不曾忘记对马 这一次自卫队要从怪物手中 解放对马岛 请助我一臂之力 走廊上一声安慰着打野 没那么轻松就原谅自卫队的 只能一点点填瓶沟壑 正说着被护士小姐姐打断 鼓虫一声 有客人 客人 那个好像是想见那个患者 医生和打野刚推开房门 女人就开始抱怨 终于现身了 非要等到责任人来了才行 日本还真是条条领导主义 还有这咖啡难喝死了 你不这么认为吗 草香将打野三作 打野一梦 你是大把的沙村伦 防卫科学研究所项目负责人 他是安德森陪我一起过来的 不善言辞请见谅 我们正在研究EAS 听到EAS众人都显得十分惊恐 看得周围吵杂起来 打野开口道 不要影响大家工作 换个地方聊 会议室里很抱歉突然打扰 我想紧接着 正式的文件会递交到会处上层的手里 但是我实在是太想见他了 所以就先来了 打野有些不解的问道 为什么你会知道他的事 沙村没有回避 日本政府封锁的对码 是我们的监视对象 他在海上漂流被你们救起 通过侦查卫星 我们全部看见了 不过你们水集团真是多管闲事了 如果你们不救走他 就该是我们把他救了带走的 多管闲事 医生有些愤怒 被打野给按住了 打野冷静的问道 想把他带到美国的理由是 沙村避而不打 端起咖啡 故意绕开话题 那孩子现在什么状态 无奈之下 医生只好交代 送到这里来的时候 伤势非常严重 内脏损伤 左腿肥骨骨折 到现在还在高烧 根本就说不了话呢 说到这里 医生又惯性的抓着脑袋 嗯 沙村亮出照片 这不是挺精神的吗 这一掌皮都不错 草香江三座 被光速打脸的医生 一脸不屑 而打野非常认真的问 见了他之后 你们打算干什么 开门见山的说吧 我想对那孩子 做G561的临床实验 什么 那个不是已经被冻结了吗 没有 只是在缩小对象范围 那孩子你们搞不定 尽快交给我们吧 打野六有成四 你说过正式的文件 会提交给我们上司 在那之前 不可能让你见他的 请回吧 可没有时间 那么磨磨蹭蹭的 如果有人要阻碍的话 哪怕强行 把他带回去夜行 反正也有一声在 就算有人受伤了 也没问题 说完 沙村一个手势 身后的大高个 心领神会 立马把手伸进 胸前的西装内侧 俨然一副要掏枪的架势 作为军人的警觉 打野一个马步向前 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 赶在对方掏出之前 就按住了对方的手 瞬间屋内的气氛 变得异常紧张 眼看就要剑拔弄张 女人突然的笑 打破了屋内沉默的紧张 开玩笑了 一直没有合适的时机 递名片 有什么事迹的联系 今天就先告辞了 趁现在赶紧跟那孩子 多问问话 等通知下来了 就不会让我们插手了 浩月当空 男主起身站在窗前 想起中队长打野的话 这次一定将对马 从怪物的手中解放出来 不可能的 想到这里 他不禁用力的抓住栏杆 自卫队不可能 打得过那怪物 脑海中不愿地浮现出 妹妹忧郁的脸庞 突然他愣了一下 铁栏杆竟然被扭曲得拉开了 玄看着自己的双手 简直不敢相信 这是我干的 为什么 他来不及多想 这次他下定了决心 为了妹妹 他奋身从扯列的窗口跳下 夜黑风高 他来到了码头 正在他四处张望时 身后响起一个女人的声音 有外出许可证吗 来吹海风的 还是想抢船 几元高中 高三行本玄军 家里三个人 妈妈还有一个小三岁的妹妹 为什么你会知道这些 我还知道其他的呢 比如说你身体里发生的事情 目前你还不能控制你自身的力量 你现在去对马 只会白白送死 跟我一起吧 我会教你力量的使用方法 我可没那个时间 这个时候 大高个居高领下的 站在男主面前 挡住了他的去路 男主被逼得狂躁起来 为什么个个都要阻拦我 说完气势满满的一拳会像大高个 这一拳威力十足 大高个被弹出老远 砰的一声 像爆炸一样 破坏性极强 而沙村却十分淡定 不紧不慢的说 真是不听人说话 明白了吗 你这样不注意的话 很容易就会变成杀人犯的 还好这次没事 他不是人类 巨大的手掌 抓住废墟 大高个竟然安然无恙 巨神之力显现 第六话 完 原来女人身边的男人 也是巨神之力的拥有者 是吧 对啊 选要想拯救妹妹和岛上的大家的话 你必须要学会 使用你体内的力量 来 和姐姐组队吧 去完成你的使命 谢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